这个国安法终于通过了 那么香港人到底是用什么心情来看待 未来怎么样准备应对 知风 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 面对国安法在香港有机会落实 坦白说现在香港人也不清楚 到底是下个星期下个月 三个月还是八年以后 国安法才会在香港落实 最严重的都是我们批评 依据习近平 也有机会被抓 抓我们的不是现在香港的黑警 而是一些秘密警察 而且我们面对的法庭 也不是在香港的法庭 而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法庭 坐牢不在香港而是在北京 但我觉得国际社会的生活是非常重要 我也注意到这是在台湾 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其实在过去几天也非常关注香港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这边的政府也已经表态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被压力 让北京要把这个国安法停下来 你们希望有一个抗争让他停下来 有可能吗 那接下来的抗争活动 我们看到这几天上街的群众都已经被逮捕了 仍然像反送中时代一样 很多年轻人被逮捕 可是香港人仍然不屈服 那这个未来的可能性是如何 而所谓的国安法要停止这个目标 你们要怎么样去达成呢 其实现在香港情况非常严重 因为香港本来在监狱里面坐牢的只有大概7000多人 但现在从去年反送中运动到现在 被抓的人已经超过8000人 所以我觉得8000人 所以当我们反送中运动被抓的人 比起本来坐牢的监狱里面的 还要做这个真的非常严重 但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要搞这个抗疫活动 还是我们有这个罢供罢课不同的行动 其实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还好的是我们现在香港武汉肺炎的严重程度 已经不停下降 所以我们还有空间 我也觉得这个行政院昨天在台湾这边宣布 台湾政府会有一个专案小组会处理香港问题 我觉得香港人台湾是台湾人 但我觉得现在的感觉 好像1989年的时候 香港人支持这个北京的学生 然后现在都是台湾人支持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真的非常感动 好 刚才我们在现场的林廷辉教授告诉我们说 如果国安法真的没有办法阻止的话 因为现在他们要授权这个人大 继续的在国安法的这个细节上面要立法 那如果一旦立法成功 他可能用新疆模式来对付香港 那你怎么看待这么一个恐怖的未来 那在这一阶段里面香港人民的意志 你是有信心对于抗争的坚强的力道 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没错 香港就是面对情况 北京希望把香港变成一个新疆 变成一个土博 这个源泉就是北京针对的事情 但我们还会努力下去 我还是有信心 我还是有信心对于抗争的